107動力趙紮行 何文傑 請來香港註冊導師學會會長王廢成先生 跟我們分享香港保安業 究竟如何勝過警方的話題 我們平時聽說保安員是康奸 其實今時今日香港有幾多個保安員 他們扮演甚麼角色 香港可以一個治安這麼好的地方 是否跟我們很新勤的保安員的關係 應該可以這樣說 但是單向保安全部都是一個領曬公 你說他們是無名英雄 我想都可以這樣說 全香港應該超過30萬保安同業員 在1995年的時候 已經有28萬8千多個保安同業員 到今時今日警察就有3萬多個 警察不可以發現 就有很專業的訓練 很好的裝備和很好的支援 但是保安從業員 一般訓練可能不太足夠 裝備和支援也不足夠 默默地耕耘 其實在香港的治安來說 他都背了一個很重的責任 所以他也應該是鋪掌壓他們 平時我們不察覺 保安員我們想起就是 留下大堂的每一個大廈都是一個 原來數起來 揮成人跟我們說 原來1995年的時候已經有20多萬 到今時今日整個行業 已經拿了一個保安從業員的牌照的人數 超過30萬 即是在我們700萬的城市裏面 很多人都被忽略了一群 其實他默默地耕耘了很多事情 今時今日大家如果在 走去看自己樓下的保安員 和十多年前的所謂看僱 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改變是源自於 怎樣會帶動這個改變呢 其實這個改變在1995年年中 法例更改了 當時是299章 是一個看守員條例 1995年年中 就經立法會 將法例再修改 變為香港法第460章 叫做保安及護衛服務條例 香港法第460章 主要它的功能和想做到一樣 就是以前95年中之前的保安員 沒有受過訓 簡單來說是無監管 無受訓 1995年之後 政府就很想把這個水平去改善 以及去更新 所以在1995年開始 所有的保安員 都必須要重新拿牌 由當時的白卡 所謂看僱證 轉為藍色的保安員證 這證證 亦是強制性 所有保安公司 必須提供最少12小時以上的內部訓練 由於這是一個初期的訓練 在5年之後 他們進行一個檢討 所以再用3年的時間 2、3年的時間 進行另一個計劃 叫做QAS 中文叫做優質保安計劃 主要是將保安員 再推入另一個高峰 在訓練方面 雖然只是增加多4小時 但是總共1小時 很明顯看到 我們家裡的樓下 或者我們見到保安員的水平 無論包裝、禮貌 以及各方面的技能 都提升了 所以對香港的治安來說 都出了很大的力 其實整個業界的發展 都幾依賴民間 特別是提及一些培訓機構 以及保安公司自己 去對其下員工的一些訓練 以及一些牌照的考取 令到整體保安員的質素 以及總數量都多了很多 因為我自己擔任一些地區的工作 有滅罪會、區議會 很多時候警方公佈 罪案數字定期每季 都有一個成績表出來 看到其實八九成的所謂罪行 香港都是一些很零星的罪案 如果我來自張間奧區 我們看到在張間奧區裡面 如果是一個罪案數字的比例 差不多七八成是來自公共屋邨 在私人屋苑是少之又少 特別是爆洩 我想私人屋苑是很少很少的比例 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就是 我們香港有一個很專業的 物業管理和保安從業系統 令到好像新市鎮 或者現在在很多區裡 都有些大型屋苑 有很嚴密的管理 令到一些濕碎的罪行 其實往往的賊人寫難取義 見到那麼多層看奸 那麼多層保安員 每個人都眉睜眼睛 他都不敢去生肆 這個發展其實 輝城是否見證著整個過程 你有甚麼觀察呢 其實在這個過程來說 主要在錢方面有很重要的支援 你剛才提到某些屋苑管理得很好 或者是做得很好 其實主要就是多了金錢 或者是物資的支援 變成相對會有留心到的保安員 因為他的裝備 直至都可能聰明一點 就真的有一個阻嚇的作用 可以將那些有心搞事的人 就在阻嚇方面做了少少的功夫 相對那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那些地方 那個治安會比較好 亦都是的 一個保安員 或者一個管理員 如果他的包裝 或者那個儀容是好 得得人尊重 他更加有自信心去做 要做他應該去做的事 相對他也跟住客 或者用家 就有一個溝通比較好 有時有些人去衝撞 或者衝突保安員 在那些屋苑來說 一般的住戶都會出來 去支持保安員 因為很多人不明白 保安怎樣做得好 很簡單 就以為請保安員 就會做得好 其實這個不是這樣對 因為一條村 或者一個住手的地方 想保安好 是一定要用家 和用戶合作才行 例如一個例子 每條村 都有自己 除了用卡出入之外 都還有一些密碼 去進行第二層的保安監管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這麼前線的話 就算是那些突擊 去巡查的對 巡查督察 都沒有一些 披薩卡 或者是一些 去送外賣的人 那個密碼 比我們更清楚 所以很多時候 他破壞一條村的保安 就是屋苑自己的人去造成 所以也在這方面 要做人家的教育 讓他們明白到 一個方便 會否換來一個危機 但是很多時候 現職的保安員 或住手的保安員 就不敢去提出這件事 所以其實未來 在這方面想再做得好些 在這方面做一些宣傳 或者做一些教育 或者做一些溝通 我想會有一定的幫助 其實除了警民合作之外 原來保安員和居民之間的合作 都是發揮很重要的功能 絕對是 因為為何警察 就要有警民關係 警民溝通 其實物業管理和保安員都是 很多時候 因為他們聘請我們的從業員 很多時候 那些保安員 或者是管理員 就會有些事情 如果是住客做得不太好 就不敢出聲 但是就會變相 對整體屋苑的安全 治安 或者管理都出現問題 所以在這方面 如果用家跟我們配合的話 其實在工作上 或者在所謂的防止罪案方面 會做得更加好 我想香港比新加坡警察城市 更加多警察 人口和警員數目的比例 但其實真正在發揮 整個香港的治安 保障生命財產 比警察更加前線 就是我們很親近的保安員 整個保安業 警隊一年用一百二十幾億 等於小國家的國防開支 香港 但保安員似乎沒有收取公帑 默默發揮很大功能 輝誠剛才說 保安員在今時今日 不只是保安巡樓 又要懂得急救 又要懂消防 有很多專業知識 是 剛才提到 十六小時是基本訓練 基本訓練 每一個保安全員入職 都必須進行十六小時訓練 這個訓練 亦都得到政府的監察 包括警察牌照科 或者相關的 所謂俗稱環頭的警察 去幫忙監察 導致這間現時的保安員 警覺性相當高 而多謝警務處 很多時都會搞地區性 或全港性的 優質保安人員的選舉 或優質管理員的選舉 這種讚賞 其實這個行業 是比金錢更加重要的 其實一般保安員 只會讓別人 退去罵比較多 但因為他們 接受命令做事 很多時會令到 一些人不太喜歡 但這始終是職責 但只是很單向 100%是負面的 正面相當少 所以現在警務處 搞很多優質保安員的獎賞 或者是給他獎狀 這已經是很大的鼓勵 那些保安員喜歡 愛這張證書 或者獎狀 多於愛一些獎金 所以這個鼓勵 我希望全港的市民 或者有關的部門 做多些 對這個行業都一定有幫助 我想市民對保安業的認識 以及對保安員的認許 對整個行業和從業員都很重要 大家可能要摒棄 以往我們說 這個漢奸 漢奸伯伯 不是再這麼簡單的事 而可能當中 他都是經歷了很多培訓 有一定行業知識 是一個家中最主要的把關功能 其實你家中會上班 上學 留在家裡的時間 就不是這麼多 但保安員24小時都會在這裏當席 你家中的把關全靠他們 所以有多事 現時的保安員 基本上都不只有10小時的訓練 這只是法律的要求 他入職就必須要做這件事 但其實很多保安員 現在都抽到私人的時間 甚至一些公司去贊助他們 去讀30小時以上的急救課程 甚至你見到商場 有些因為我們香港的年老 有很多心臟病會發生 在這種情況之下 商場或相關多人聚集的地方 就擺了一些叫做心臟去簽器的儀器 但很多時候擺到要適用才行 所以很多管理公司和保安公司 都鼓勵他們去參加心臟去簽器的課程 目的如果有些居民或客人有需要的話 他們可以運用這個器材 這就大大提高了保安員 在這方面的技能水平 其實也有保安員 試過用這些心臟去簽器 去救市民 這是相當好的表現 除了這些工作之外 他們還有很多消防 例如客戶服務 各方面的課程 他們都不斷進行訓練 所以現在你見到 眼前的保安員 絕對不是看僱 揮成這樣說 保安員都過五彎斬六仗 滿身都裝備才能做到這個角色 亦都整體整個行業 是給政府直接提供 你叫政府請保安員 有很大件事 搞不定很多錢 但民間的機構組織去做培訓 做管理 做持續的進修 反而令整個行業不斷發展 不斷去令到香港 成為一個安全的地方 待會回來我再講保安業的前景 今日小政府節目 又有我107動力趙先生何文杰 以及請了香港註冊 保安業導師學會會會長 黃輝成先生 剛才輝成和我說了 香港三十多萬個保安員 原來每一天 就是扮演給警方更加吃重的 補家補命的角色功能 但很多年青人對保安業的認識 可能很皮毛 可能覺得做一個要巡邏 要坐著很長時間 現在保安這個行業 是否仍是以前很年老的人去做 還是年青人投身這個行業 都有很多空間 其實保安這個行業 其實在沙士2003年開始 都已經相當多年輕人去入行 甚至學歷不斷提升 現在我們行內有很多學位的朋友 入行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本身有三十萬的從業員 其實我們需要一些 比較高質量的學歷的人 去做一些管理階層 比較有些學歷的年青人 入行之後 他只缺乏一些經驗 如果這些經驗再加上學歷 他進升為管理階層 就不是那麼困難 簡單來說 就是機會很多 比其他行業 還有我們這一行的特性 就是怎樣都要受得氣 現時市場普遍人 給人感覺上 年輕人就不會受得氣 比較重而一群 但其實香港的 很多年輕人原來就不是的 是真的可以能夠受到氣 有領導才能 跟年齡是不成正比的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行業 很多管理階層都比較年輕 再加上開始大學 就有一些相對的課程 是給他們管理階層去讀的 而且現在除了保安公司 要拿牌之外 另外現在在物業管理 都開始進行公司拿牌 在學歷 或者在水平方面 在經驗方面 都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年輕人要入這一行 其實前途很好 平時我們理解 譬如警察三萬多人 都有幾千個督察級 或者再高級一點的警司 去管理整個警隊 同樣的道理 在三十多萬整個保刊員的行業當中 其實很渴求 就是一些從事行業 有經驗 又有管理組織能力的人 即是當行業不斷發展 角色越來越重要 市民又越來越認同 這個行業的功能的時候 反而很渴求年輕人入行 但待遇又如何呢 入行的程序又如何呢 其實入行很簡單 去一些指定的培訓機構 私人的培訓機構 只需要讀兩天的標準課程 接著就可以申請保安人員許可證 他就可以選擇做保安 還是做物業管理 他自己決定 當然兩方面的經驗 都擁有更加好 他就可以自己選擇去做哪一樣 其實這個保安證 還可以做一些交通督導員 或者是一些客戶服務員 甚至這些級數去到禮賓員 其實都是保安員 視乎他的年齡 視乎他的禮貌 以及他的學歷 就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職級 簡單來說 如果年輕一點 機會相對就會多 但年輕人 很多人都以為他們 不喜歡做很長的時間 但是開頭 現在的市場 大部分年輕人 都是8至9小時 而市場聘用這些 年輕的青少年 福利不差 一般來說 未有28元之前 都已經超過1萬元 很多地方超過1萬元 但時間比較短 年長的保安證員 相對會保持7、8千元 但當然在28元之後 就改變了 無論你年紀成長一些 還是一個更年輕一些 都是比較推高了 所以現在如果年輕 再加上學歷 都1萬4元 都不難找 如果市場 現時來說 1萬4元 都算不錯 我覺得 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 代表那麼差 保安員 如果你是周能 你中英文都可以 溝通能力 社交也好 加些培訓 你有累積經驗 原來保安這個行業 對年輕人來說 是很大發揮的空間 是的 其實這行業 比較特別 他們成長 比其他行業快很多 因為他們面對 每天不同的突發性事件 處理 他們沒有支援 很靠自己 首先自己的技能 應變了 然後再找支援 因為沒有可能 找支援再應變 先政變了 安頓了現場環境 其他支援再到 就做得比較理想 我們以為 譬如北幸 有在屋苑發生一些 工業意外 搭搭鵬 維修 有些意外發生 一般人認為救傷車 和狗仔隊離線 其實原來不是 真正最早 去到這些突發事件 現場一定是保安員 所以應急能力 你去解決問題 和你獲取到的經驗 可能都是比 做狗仔隊和前線警員更多 其實是的 因為所謂狗仔隊 或者警員 或者消防員到場之前 一定是保安員 或者管理員去處理 往往例如 一個例子 有人跳樓 沒有人發得過保安員到場 因為他負責報警 一定要了解現場的環境 和安頓現場的環境 因為第一 他要很有膽量去處理這件事 但是不用他做任何事 最低限是圍封範圍 將一些小朋友或者女士 我們會鼓勵他先離開 因為怕嚇到他們 所以就算做到這個階段 他都要自己處理先 然後盡快去通知主管 或者盡快去通知支援 甚至亞洲部隊幫忙 這只是一個例子 如果他沒有足夠的訓練 或者培訓 他可能信心都不夠 還有一些未必那麼嚴重的 有人受傷 有人滾到樓梯 如果一個保安員 有一個急救的訓練 他最低限是能夠 除了報警之外 因為報警難由消防員到場 或者救護員到場 都要12分鐘 各個傷者等12分鐘 是相當困難 以及相當辛苦 但是如果聘請了一個 好的保安員 這12分鐘 他能夠和他有初步的治療 或者是合適的做法 對他的傷勢 復原 或者各方面都一定有幫助 剛才提及 阿輝誠提過 上一節說 心臟人喜戰器 那些都是很黃金時間 可能救回一個人的命 特別是在一些突發性的事件上 保安員的角色 就是比我們想像中重要 以及比政府提供的服務更加快 更加直接 但是一般年輕人 都可能會想 循使行業的前景是怎樣 剛才提到入行可能有萬多元 有一定的水平的話 再發展下去會是怎樣 再發展下去很簡單 因為除了保安有法例的監管之外 其實現在物業管理 政府也是很密合緊固的 做一個發牌制度 發牌制度有些要求 例如是他的學歷 例如他的經驗 未來的市場只會不斷要求 這個行業更加專業 刊奸已經沒落了 不會再有刊奸出現 相對於專業的保安人員 一天一天去增加 你看到十大基建 甚至到現時來說 從沙士到現在 從未有我們這個行業足夠人 剛才提到管理階層 管理階層 其實我們這行都很缺乏 如果你按照剛才所提到 警察的比例 一個警司管多少人 一個幫班管多少人 如果你知道我們這個行業 嚇到你 簡單一個例子 何議員 你這條村 我想都有保安員 你看一下你一個主管 要管多少個保安員 二、三十個 二、三十個 你猜二、三十個 要多少個沙子 才能管得到 甚至是一個幫班 你看到他們的待遇 看到他們的 但反過來的功能 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所以其實在主管方面 或者在經理方面 都是比較缺乏人手 在很急就章的情況之下 暫時會先處理 但在市場來說 是不斷很積極地培訓 中上層的人 如果年輕人來到 他只要不斷參與 所有的突發性事件 拿足夠經驗 再加他的學歷 在文筆上幫忙 已經是一個很容易提升 自己的人工 或者職級 剛才我們一邊說 就是主要屋苑為主的保安員 香港金融大都會 在商業大廈 特別是甲級的寫字樓 保安的要求似乎都很高 當然 因為 為甚麼呢 他除了他的技能之外 人的技能之外 其實新的大廈 或者金融大廈 他相關的保安裝備 或者保安設施 都跟一般的大廈 都是不同的 那些人的要求 亦都會不同的 因為很多時候 都需要電腦 或者其他器材去支援 所以那些要求相對的學歷 或者是那個醒目的程度 或者是他自己能夠處理的事情 都一定相對要求高 但是一定是成正比 那些大廈 基本上一早已經過萬元的工資 即是普通一個保安員 都一定過萬元 在那些地方一定過 那些管理層更加是重 以及你處理客戶的要求不同 和育民能力各方面 即是說如果你選擇一個行業 都一個很大的挑戰 亦都很大的空間 可以給到有興趣的朋友 就不要再覺得保安員是一個空間 而是整個行業是一個 邁向一個專業 和在香港社會上很重要的角色 這個現場很有趣的 在香港 很多人覺得 屏風樓不喜歡 蛋糕屋 一個大商場 上面十棟八棟樓 有些所謂環保團體 又有批評 樓是很不喜歡 很多破壞環境 但其實從積極的角度去看 這一類型的屋苑建設 其實正正恰恰 第一是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 保安員 一個屋苑上八個保安員 崗位 未計管理層 第二就是這樣模式運作的屋苑 透過保安員的有效運作 倒絕了九成以上的罪行 層層的 你上平台又去假層 再平台又再上樓 所以那個社會代價 反而是很正面的 是令到業主夾一個管理費 就可以有很安心的一個地方 亦都解釋了 為何那些屋苑的樓價會特別高些 那些人買樓 就第一樣問有沒有平台的 安不安全的 那這些價值其實就源於 可能是每一位默默的保安員 一起貢獻出來 這是絕對認同的 很多時候我都會在教書方面 或者跟行家的分享 都是這樣說的 你去買樓 很多時候除了看大廈的結構之外 你也要看保安員的包裝 或者管理公司的級別去到哪裏 這個表現是直接影響樓價的 所以保安員醒目就是 你屋苑的升值能力就更加高 一會兒回來 我們再跟輝城說說保安業 未來面對什麼挑戰 小政府今天我韓文傑 跟黃輝城 香港註冊保安業的導師學會會長 跟我們分享香港保安業 對香港市民的貢獻 甚至比警方提供的服務更加貼身 更加發揮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任何行業都面對很多挑戰 很多難關 正如剛才輝城說 保安從業員由1995年 一直到現在 由20萬到現在30幾萬 發展很快 但今年2011年最新的挑戰 相信不是獨獨保安業 很多行業都面對 就是7月1日開始的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的政策 對保安業或對保安業涉及的 屋苑管理物業管理 帶來什麼變化呢 其實28元最低工資 我跟很多僱員或僱主開了很多會 溝通了很多 做了很多事情 得出一件事 原來僱主是100% 是贊成28元的最低工資 在我們這個行業來說 其實在他們營運的成本是大了 但實際上是陽目出在陽身上 很多時候因為以往我們的行家 樂標價低者得 單向只是去價低者得的方向 最微的利潤方面發展 所以對於訓練、改革 或者進行提升的水平 那個支援就不太足夠 因為大家都鬥便宜 其實為什麼鬥便宜呢 但是反過來 當然用家是這樣的需要 有些人在感覺上 28元收貴了 其實市場一般的僱主 都覺得只是以前收便宜了 因為保安公司 或者物館公司 只是一個代工的性質 他不是真的老闆 他只是收取了一條屋邨 或者一個大廈 或者某個聘用他的單位的錢 再轉嫁給保安員 當中他有一些行政費 或者應該要賺的利潤 其實那個毛利是很低的 還要責任撥了給僱主 去進行一些改革訓練 所以他們很吃力 所以28元其實整體來說 可以將行業更加提升 甚至保安員 他自己銀河包去上課 去受訓的話 他也會多過錢 再加上 那些保安員 經過這麼多年的基本訓練之後 發覺訓練是一定的幫助 亦都在訓練之中 能夠幫到人 對他的自信心 或者滿足感相當強 所以求學 或者求學習的保安員 相對比以前多很多 剛才輝成這樣說 其實保安業的公司 或者物業管理的公司 對最低公司 不太抗拒 這個現象不難理解 因為熟悉物業管理的朋友 或者屋苑管理的朋友 就知道 大廈的管理 或者屋苑管理合約 都會有一些條款 就是那間管理公司 或者保安公司 可以收取一定的行政費 或者叫做經理人籌金 有些不同的計算方法 這些不是法例規定 有些屋苑可能是定死了 一個月幾萬元 或者幾千元就完 有些就不是的 有些就是用整個屋苑 每個月的開支的百分比 就作為經理人籌金的金額 譬如說百分之五 或者百分之六 譬如大家不要小看 如果你住在大型屋苑 其實一個有規模的屋苑 一個月就百多萬都走不了 所有市場 百多萬都不太多 都不太多 中型屋苑 二三百萬都有 因為剛才提到的 所以五個百分比 很厲害 那些公司衍生一個什麼問題 作為小業主就會關心很多 就是突然之間 整個屋苑的開支是膨上了 譬如有些大概 以我住在屋苑為例 是增加了兩成幾三成 那個開支 一百萬就立即變成八三萬 八三萬如果我們的經理人籌金 是用百分比去計算 即是說那間物業管理公司 即時又多了一個月 十幾萬的經理人籌金 其實沒有額外多做多了 我住的屋苑當然不是這個情況 但很多屋苑 特別是較巨型的屋苑 都是在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可以理解到 為何現在出現一個怪現象 就是物業管理公司其實不太好 就算難請人也沒有問題 但對小業主來說 就成為了一個負擔 要增加管理費 以及增加屋苑營運的壓力 其實說得很對的 在市場來說 的確有兩大類的 不同的收取經理籌金的公司 但剛才你說到 你都很包容 其實主要有些發展商 核下自己的那些 物業管理公司 才有這麼好的回報 但市場就是中小企 這類型的可能收緊千多元 三兩千元做整棟大廈 或者一條村都不會多 都是很少錢的 他的經驗比較困難 二十八元只能調整保安員的收入 但對公司的收益 就不一定是很多 但往往最慘的那些法團 或者月出發法團 他們沒有清楚那個計法 很少去研究這件事 所以二十八元之後 就多了法團 打量問我們 或者跟我們聊聊 究竟為何會有甚麼分別 為何會這樣 他才明白到 原來一些中小型的公司 經理籌籌金 原來是這樣算的 那個利用這麼少 大型的屋苑 就這麼厲害 所以他們開始明白多了 這個行業都是一個好事 所以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讓現時的法團 或者相關的屋苑 理解這件事 這個法院才會慢慢緩和 現在中小企的管理公司 其實去營運都相當困難 二十八元開支大了之後 因為最重要的事 不是即時去找數 可能是一個月 兩個月 甚至三個月 變成要用很大的現金去頂薪 剛才你說到 你條村一百萬也好 一聲多了三分一 現在就 說一百三四萬 那你每個月多幾十萬 沒有一百多萬 都以三個月加上 一百萬的現金去頂薪 所以他們的經營都頂困難 因為他們不是其他大型屋苑 有按比例 去收取一個經齡籌金 即是中小型的公司 就比大企業 即是公司的效果 反映在保安業 就是大公司可能是 賺多了 那些經營走金 小公司就面對周轉的經營壓力 就即時增加了很多 都可以這樣說 但保安和物業管理 其實很多人都撈亂了 保安就是保安 物業管理就是物業管理 但保安有些公司 因為他自己都做了物業管理 所以在業務上又好像混合 但實際上是兩盤生意 物業管理就是歸物業管理 保安就是保安 但保安員本身 在最低公司政策下 即是個別的保安員 之前我們有些屋苑 就說用閉路電視取代保安崗位 有些就說單棟式大廈 就分享 即是夾錢請一個保安員 或者有些就說取消夜間 縮短的上班時間 其實你揮成在這個行業 看到是否真的有這樣的現象 都發生 現時市場有發生 但我相信很快就會變回原狀 為何呢 現在你聘請保安員所使用的費用 在洞大廈來說不是那麼高 即是一剎那之間突然加到28元 就是肉痛 但如果有一個單位 不要說太多 一個單位被爆竊的話 可能損失已經是保安員一年的開支 所以短期內當然是沒問題 除了是爆竊之外 還有很多想不到的罪行 包括可能會有非禮的案 或者其他事情 他們就會再衡量 不值得縮減夜間的保安員 或者縮減時間 甚至剛才說用CTV 去代替保安員 因為始終是死物 我們做保安員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預防 我們不想報警找消防 我們不想報警找警察 因為我們是防火和防盜的工作 即是行業即時看到 真的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不過長遠會否調節 可能要再看 要有些慘痛的教訓 但那些慘痛的教訓 就很快便出現 水退實現 有些人很擔心 即是你 罪丁公司令到 薪酬的底線拉高了 會否有些人拼棄了 即是連保安員都很難找 譬如說年老一些 或者有一些殘缺 即是相見人士 或者小數族 會否因為底線已經去到某個水平 可能要八、九千元才請到保安員 會否有一類人 以前還勉強做到保安員 現在正如入行都難了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擔心 我們本身是做培訓的工作 其實我現在現時 都很多七十多歲的 很大的對比 一些很年輕有Degree 一些七十多歲一起上課 但七十多歲很開心 上課上課 為甚麼呢 七十多歲原本四千多元 現在是八千多元 一個雙倍都不知道 再加上那些住客 是指明要用回保安員 根據一件事法來講 七十多歲都不是一個問題 最重要是有人去聘請他 以及每兩年驗身一次 變成他相當開心 但很多人都擔心這些人 沒有人平請 其實他們多數駐守是單棟式大廈 年輕人做不到 因為比較悶一點 以及專業水平更加要高 因為很簡單 一棟大廈來講 無論保安工作他做 清潔工作他做 簡單維修他做 其實一個保安員 這個保安員可以說是萬能 他除了年紀大了之外 其實他也是超值的虛擴 暫時輝城看到 我們坊間時很擔心的影響 就未很明顯見到 有的 但很短時間 因為他已經是很短時間 28分5月開始 已經請不到人 所以很多聘請上了年紀的人 做回單獨鐵大廈 況且這個的確是 匯保出來他們的責任心 他們的能力 不是想像中 是順適過年輕人 即時扯高了工資 短時間就馬上 市場有點混亂 是 慢慢調節完 就不知道最後改變 不過等政府的數據出來 我們可以詳細探討 可以這樣說 今天我們小政府的節目 多謝輝城 跟我們分享保安業的現況 發展和未來 下星期小政府再見 前面 旁邊 向這個